I don't call me, it's not in time She's a time What's up everybody 我是你們的Kevin教練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那今天呢請到我的好朋友Naomi 嗨大家好我是Naomi Naomi那你現在目前接觸高爾夫多久了 剛接觸半年左右 半年左右 那你有遇到在練習場發生什麼讓你比較沒有辦法啊 像是可能擊球狀況不穩啊 或是說你容易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有時候球飛得起來 有時候還是滾地球 所以他的成功率比較沒有這麼高 那我們就先用短竿熱身一下 稍微看一下你的動作 沒關係再來一顆 稍微去注意一下你的節奏 不要在起竿的時候太快了 很好 上開 稍微去感覺你在上的時候 胸口鑽開 但讓你又上去這個速度慢一點 不要讓他再上去的時候一下子就往上拉上來 對很好 下開 OK 再打一顆 很好 還可以再慢一點點都可以喔 你如果太快的話 你在上去和下來 這個轉換的瞬間 你會來不及去用那個力量 那你就會讓你像 平常你說你會容易一下打到球一下又滾地球嘛 他就比較容易會發生這種狀況 因為你的節奏上面他就不太穩定了 所以會建議你在上去的時候啊 你的上竿可以稍微慢一點點 你會看有一些職業選手他其實上竿速度蠻快的 或是你看那些韓國小姐姐 但是其實男生跟女生的比起來的話 你看Mike Roy他的上竿就很快 但是因為那是他的身體的條件 和他的協調性 有辦法去做到這樣的動作 那你想 你有辦法做到嗎 沒有 不行嗎 因為我們比較 我們是一般人 那我們就不需要讓我們的上竿去太快 那你這樣再下去擠到球的速度 會是比較漂亮 OK 那你看你平常上竿的時候啊 節奏稍微有點太快這種感覺了 那你通常在太快的時候 你下竿就來不及去做力量的轉換 那他就會讓你的擠球相對的不穩定 那這邊我會建議你可以試著讓上竿慢一點 把這個節奏放慢 那你要去怎麼感覺放慢 你可以試著在心裡去數那個牌子 你可以試著數 你可以試著數 二 三 這種節奏 去多練習這樣的節奏在肌球 我再示範一次喔 一 二 三 你一和二的時候就讓他上到頂點 那你三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打這個球 那你不可以變成一二三 這樣就太快了 盡量把它放慢一點點 這種感覺 一 二 三 這樣會讓你平常在練習的時候 比較有一個方向說 喔我這樣子節奏會放的比較慢 要不然有時候你自己打一打 尤其在練習場的時候 球友很常犯的問題就是 因為他打一顆狀況不好之後 他就會馬上又要截著打下一顆 那這時候他的節奏就會很容易跑掉 那你節奏一跑掉的時候 其實在打高的部分裡面是非常嚴重的 他會讓你容易出現擊球不穩 像你剛剛有時候 出現了一些小失誤這種狀況發生 所以你可以試著在練習的時候 去做一個數節奏的動作 他會幫助你很多 那你在上去的時候 你要去感覺你的胸口在旋轉這種感覺 有點像拿著一個東西 然後去把它往 又搬到右邊這個感覺 靠你的胸口去帶動著他 你的手這時候就不會有一個 這麼快去提起來的動作 那你看你通常就是因為 你會上去很快的時候 你就是讓你的手比較 一下子就拉到這個位置 所以他才會 上去的節奏會非常快 那你看你上去這麼快之後 你下來就不容易去打到那個擊球點 所以盡量去感覺說你胸口 慢一點轉開 再下去打這顆球的感覺 好 我試試看 那你等一下可以去試著拿這顆球 然後有點把它拿到右邊來給我 這種感覺 你試試看 好 你試試看 然後一樣做打球瞄準的動作 慢一點去感覺你胸口的轉動 對 很好 這種感覺 再一次 再一次 對 有點快喔 慢慢的把它拿過來給我的感覺 好 很好 然後記得要去多感覺是你胸口 去拿著它的帶動喔 像剛剛這個你就有天 把你胸口留著 單只有手去拉過來 這種感覺 這時候你的胸口就沒有轉開 好 很好 好 那你打一個試試看 空會一個試試看 對 很好 記得節奏不要太快 嗯 我們剛剛講了嗎 1 2 3的那種感覺 慢慢去把你胸口轉開 1 2 3 這種感覺 好 好 頭稍微留住一點 好 打一顆試試看 好 打一顆試試看 嗯 很好 阿球 你這顆上去的節奏就很漂亮 而且胸口就有做出這個動作 不要太急了 不要太急了慢慢 1 2 3 OK 好 試著打一顆看看 然後我們一樣把節奏輸出來 1 2 3 OK 3的時候還可以再慢一點 不用那麼急 不要急著馬上就要下竿 好 打一顆 這顆雖然打得還不錯 但你上竿的時候節奏可以再放慢 一定會更好 好 很好 打一顆 打一顆 OK 還不錯 很好 打一顆 OK 很好 欸 落點喔 蠻尊類 落點都在同一個地方 呵呵 像剛剛這種感覺就很好 你可以在練習的時候 多去注意這個感受 不要打一打 結果多打幾顆之後 就讓自己變激 然後節奏又變快 打每一顆的時候可以放慢下來 甚至打每一顆先空灰一次都沒關係 這樣還行吧 還OK 還可以 可以而已是不是 好 OK 那揮竿節奏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在上竿的時候太快啊 它會導致你在下竿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穩定的擠到這顆球 它會容易一下子偏厚一下子或太前面 都會有可能發生 而且你在上竿太快的情況下 通常這種人 它上竿有辦法很快的時候 它一定是比較用手的力量直接去鋸上去 如果你是靠你的胸口去做一個轉動的時候 你可以試試看 你會發現你沒有辦法 再做一個很快的上竿 你用胸口在轉動的時候 你的上竿一定是會比較緩慢的 那假設你用手在舉的時候 它才會有辦法去做一個很快的在上竿這個動作 那你看你如果在上竿的時候 用手舉的感覺比較多 那它回來的擊球墊 同時就會不穩定 如果你用胸口轉的時候 你比較會像一個圓規的概念 你轉開 它可以再回到同一個圓墊上 那你看如果你用手的時候 你就很像是在打地數 你會一下打到這邊打到那邊 會在不同的擊球墊上 那它就會造成你擊球不穩定這件事情發生